一樣可以用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一樣可以幫我把結果給剖出來 而且甚至他可以幫你產生一個按鈕 按一下就完成 其實裡面我剛剛完全沒有寫到半行程式 主要是利用什麼 錄製聚齊的方式 那錄製聚齊他也會把你做的動作全部都錄下來 變成一個SUG 就是一個 可以對應到按鈕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程序 我們程序裡面有個SUG 那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按鈕按一下他他可以幫你做完剛剛的動作 那 怎麼做基本上呢 首先最好你先DEMO一下 你就是 先了解一下資料剖析 我把這個按鈕先 把它剪掉 假設類似像這樣子 我就把那個原來的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然後再做練習 這個叫也許這個就資料剖析好了 你可以把名稱改一下 然後呢 我們如果說要把它那個動作 但最好你就先彩排過 然後呢彩排完你覺得OK了 那你可以開始錄製的話 然後你就按錄製聚齊 那名稱的話呢 也許你可以叫什麼 叫資料剖析好了 這個地方的話 假設你要將來 這個 這個 加一個資料剖析 OK 給他一個這個名稱按確定 好 那接下來你要怎麼做 特別注意喔 一 選舉這個範圍 記得喔 不要整藍喔 選這個你要剖析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到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這個應該有用過吧 按下他 那他有兩種選項 一個是分隔還是固定 這裡我建議 兩種其實好像都可以 分隔的話你可以找 前刮壺跟後刮 不過會變兩個 所以這裡乾脆用固定好了 好用固定的 下一步 那接下來的話要怎麼剖呢 其實特別說這邊有一個 有點像尺龜 你可以在上面點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點一下 就是把你要的部分留下來 OK 這樣應該可以 要記得要點準 你不要點歪了 點到這邊來怎麼辦 沒關係 他這箭頭有沒有 是可以移動的喔 OK 你可以把它移動一下 點歪了沒關係啦 反正就移回來就對了 反正就是 這個 這三條 這個六條線中間 這就是我要的資料 外面的東西是我不要的 好 下一步 告訴他說 這個是我不要賄賂的 這個是我不要賄賂的 這個也是我不要的 就告訴他不要的 最後告訴他說 目標儲存格 請你幫我放在 預設是 B2 不是我要放在C2 放在這裡喔 OK好 完成之後你就按 完成鍵 那他問你說要不要取代 這個 目標儲存格內容 確定一下 好有沒有 他就幫你把它 跑出來了 OK 所以 那做完之後的話喔 也許旁邊再點一下 取消這個選取區 那 最後記得喔 把它停止錄製 因為你還在錄影 OK 這個動作跟你 跟你在實際上錄影那個 也很像啦 反正你做動作他就幫你自動產生 程式 錄完之後呢 在聚集裡面喔 就會看到有個資料 剖析的 剛剛錄的 你可以按編輯 他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把 你剛剛錄的動作喔 全部的程式喔 幫你顯示在 VBA裡面 就剛剛這一段 資料剖析 他一定是個 Sub開頭 EnterSub結束 中間會有個註解啦 這個通常我習慣是把它刪掉 因為這個沒有 沒有用 當然你可以在上面寫一些註解 不過你可能看不懂沒關係啦 我是建議你乾脆喔 加上註解 1你做了什麼 欸 什麼 選取什麼 你剛剛回想起來嗎 選取 B2到 B8 第二個做什麼 我是做資料剖析 最後一個動作是游標 取消選取 所以是 把游標放在G2嘛 當然不一定放G2啦 你放其他 中間這一塊就是 所謂的資料剖析的程式 所以有的時候 假如說你程式不會寫 其實我覺得在Excel裡面 還有一個蠻貼心的功能 就是 用錄字聚集 它會自動幫你寫程式 那你把你不會的部分呢 把它錄下來 再跟你會的部分 結合在一起 欸就可以做出很多 可能你不會 本來不會的東西 也可以變成會了 好像資料剖析這裡面 還是可以改啦 比如說 像你會發現 它剖析完之後 如果後面是9的話 表示不賄賂 1的話 表示賄賂 那賄賂多少個字元 其實這邊都有 你其實如果 那你慢慢去推敲啦 那裡面還有蠻多 參數可以自己去修改的 那你可以用在很多 只要你要切割 有沒有 欄位 比如說你這個資料 要切 本來 裡面的什麼資料 你要留 把它切割到另外 有點類似像 這邊的應用 也可以 類似 用那個叫 Selection 裡面的 它有一個 方法叫 Test To Colum 然後後面有些相關參數 當然裡面 你想要知道更多 我是建議你可以記得一個按鍵 叫F1 把游標放在這上面 按下F1 其實它就會跳出官方版的說明 記得是官方版的 當然它有很多的地方會跟你講一些怎麼去做 可是你初期也許你不太能夠 我是覺得你 它有個字式化有點像字典 你要懂得看懂它的關鍵字 比如說 這個方法到底是做什麼用途的 它有相關的語法 這些東西 另外呢 它會跟你講說 這些 某一個參數 要引述 或叫參數也可以 是必要的還是選用的 你可以根據它裡面到底要什麼 心態 然後給它應該要的東西 自然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 當然 不過有的時候 它 是有點像字典 所以有些格式你也許暫時看不太懂 沒關係 反正至少你要知道有這些東西 可以做參考 OK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 你可以 再去產生一個按鈕 比如說把它刪掉 然後呢 插入一個按鈕 就是這邊有表單控制項裡面的按鈕 然後資料剖析 把這個名稱複製起來 再把它貼上 那剛剛的動作按下去 要不要取代 確定 就可以work了 其實沒寫 任何的程式嘛 它就可以 馬上幫你產生 有這個 按鈕的這個效果 但是有一個不完美的地方 對 您要取 這個很多說 可不可以不要出現 如果不出 如果 它如果可以不出現的話 那真的就是 很完美了 那有沒有辦法 不讓它不出現 當然可以啦 你只要 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關掉就可以 那你要告訴誰呢 這個人 這個 這個物件 你可能要認識它 因為以後會非常重要 那怎麼 怎麼去改 其實就是 最重要 在 那個 VBA裡面 誰最大 哪個物件呢 權限最大 其實就是那個 VBA A指的是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就是 Excel本身 所以呢 用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這單字可能要 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實在太重要 Excel裡面 最重要的 物件就它 電 所以這邊的話 你點下去 它會有一些相關的 屬性出來 如果你字沒拼錯的話 點下去 它會有 這個物件裡面的 屬性跟方法 其實你要了解 一個物件怎麼用 就是了解它屬性跟方法 就對了 就這兩個 那屬性就是 一個手拿著一個東西 方法就是這個 做什麼事情 那其中呢 它 管那個 要不要跳出那個 警告訊息 那個叫 Displace Displace Avent 跳出來的東西叫Alone 要不要顯示 所以它有個屬性 叫DisplaceAlone 你可以怎麼樣呢 等於 False 關掉它 不過記得 最好是 在 最下面 可能要再怎麼樣 再複製一行 記得要再把它改成True 因為你如果 沒有把它打開的話 那未來可能需要 跳Alone的 奇怪怎麼 它都不跳了 所以特別注意會有個開關 False就關了 True的話就開 這個是Booling 就Booling值 就有點像開關嘛 把它關起來 好 你想說這樣 做完 OK呢 其實試一下就知道 按下去 你會發現 好像它就 直接就輸出了 它就 沒有那個什麼 要不要取代那個 這樣就完成了 OK 今天因為 開個頭 當然 除了這種寫法之外 還有VBA 只是說 怎麼錄製聚集 我想各位要慢慢熟悉 錄製之前 可能你要先彩排一下 再去做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